行政院成立青年顧问团的背景 主要是因为前一阵子的反服貌学运 但是当时学运的领袖之一 林非凡 他个人认为顧问团是虚应故事 浪费资源 他希望能够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 至于顧问团的部分成员呢 曾经也和学运关系相当密切 林非凡也说他尊重个人意愿 学运落幕 林非凡在基层持续运作 要隔篮尾还权于民 而行政院在学运后 成立的青年顧问团 成员也包括学运期间 协助直播技术的 Lifehouse创办人陈世佳 但林非凡的态度还是很保留 有些部分的人要想要参与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 这我们尊重大家的意愿 但是我认为说 马政府的这种做法 并无法真正解决根本的问题 台湾其实过去几年 在网路产业的发展 其实落后亚洲其他国家 像是新加坡韩国有一段距离 那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 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在琢磨 所以我希望提出这方面的建言 但林非凡认为 宪政体制 两岸经贸等议题 远远超出青年顾问团的处理范围 现在也不是年轻人的声音 是否被听见的问题 就算是未来受邀参加 也会坚持原本诉求 如果他正来邀请我 我会很清楚的告诉他说 各个公民团体要求的是 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然后同时他现在应该终止 现在目前为止 所有两岸经贸的谈判 这种形式上的 或是虚拟故事的这种 任何的这种顾问 顾问团的形式 我想就没有必要 那完全也是 我认为这是基本上 是一个浪费资源的做法 对于青年顾问团 学运领袖不以为然 但参加的成员则透过这个运作 想实现理念 这群新世代 虽然站在不同的位置 但都想要表达自己的诉求 有点TV前四名之刚 台北报道